华裔女记者追问大法官候选人性侵按特朗普不耐烦了,你坐下,你坐下那边继续,在一场长达81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不但数次打断两名女记者,关于性侵指控的提问,还便跟话题为自己辩解,趁指控其性侵的女子是收嫌办事,还与记者大台其大选胜利另有美媒报道趁特朗普还表态到近日流行的反对, 男性侵运动,对有权势的男性来说太危险了,据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当地时间9月26日报道,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打断几名女记者提问,报道截图,而这场记者会时常超过一小时数次谈及特朗普本人及其提名的大法官后,选人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受到的性侵指控被迫闭嘴的几名女记者中, 就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怀疑女记者蒋维嘉,因应Vidia Drum后,者的社交媒体资料显示,她是CBS新闻的白宫记者,据时代周刊报道,蒋维嘉试图就卡瓦诺受到的指控,以及特朗普受到类似指控的亲身经历,如何影响其观点提问? CBS视频截图然而特朗普打断,女记者提问后,开始毫无根据地描述称,只有次至五名女性站出来指控她,而他们都收了钱才编造关于她的故事。 特朗普的这段独白,持续了不止一分,中当蒋维嘉试图问完之前被打断的问题时特朗普却说,你已经问了十分钟了,可你一直在打断我,你坐下特朗普说道。 现场视频显示特朗普一边阻止蒋维嘉提问,一边示意其他记者继续不过,这名华裔女记者坚持问完了她的问题要求特朗普说明她本人的亲身经历如何影响其对卡瓦诺的看法。 华盛顿邮报的白宫办公室主任菲利普洛克菲利普洛克也在推特上披露了这一插曲,而特朗普最终的回答是,这的确影响了我的观点,我受到很多错误的指控,所以你问我这是否影响我对卡瓦诺法官的尊敬? 当然因为我经历过很多次,观察者网注意到今年6月特朗普还在一次采访中当众称蒋维嘉太令人讨厌了,并叫她安静不过蒋维嘉并不是此次唯一被打断的女记者CNN记者,今日美国记者等人在社交媒体上披露英国天空新闻的女记者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天空新闻的记者试图询问特朗普,他认为自己关于性侵指控的言论对女性有什么影响时,特朗普打断了她并开始大台自己的大选胜利,以及俄罗斯没有参与其中云云。 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周三还趁近日流行的反性侵运动,非常危险,并且不公平地威胁着所有有权势的男性。 A,Nantile Class of Powerful Men近日数名女子站出来,控诉卡瓦诺涉嫌性侵。 CNN也在报道中趁迄今为止,先后已有17位女性指控特朗普性侵。 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特朗普周三还表明,如果卡瓦诺性侵的证据令人信服,她不排除撤回这项提名的可能性。 据悉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将于周四举行听证会,指控卡瓦诺性侵的大学教授福特,将现身详述事发经过去年。 特朗普提名格萨奇成为大法官,被保守派视为重大胜利,如果卡瓦诺成功上任,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将占据绝对优势。